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进去池厂发觉屋厂比较爽 说话又不用大声 因为屋厂是两枕 什么是双缘?一屋厂,两屋厂 中间有胸位,胸位为何我们隔声和隔热 这些就叫做双缘厂 我们读一下,这里是一层厂,中间有屋厂 第一个好处是,中间有胸位便可以隔热 假如我们睡觉的棉胎,睡了几年后就双缘了 肚子又不软,妈妈也会被人打松 记得吗?打松他,打松他就有棉胎之间 胸位多了,又有空气,那棉胎就软软软 然后就会软一点,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我们的胸位这么厚,如果整个人都实心 那是不是要有很多材料? 现在只不过是一层一层中间,间疏半疏一条打蚊 第三个,我们看到一条这样来,有一个框 框是更软软软,比如咬一条脂肢很容易咬乱 但咬到一条这样的水流中,你会比较难咬 所以我们叫中国的效果都是框是框是比较 第一,价格生,第二,切散材料 第三,加一个降度,所以叫双鱼腸 双鱼腸,这里有一层,这一层,这叫双鱼腸 好了,但是这样双鱼腸不空,那怎办呢? 所以冬上有一条幻子打着它,这一条幻子就是这一条 这条我们看到了,放下去打牆的一条,我们叫打牆 这不是打碰的,打牆其实是这样的,打碰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打牆就是双鱼腸,这要怎样呢? 这一条幻子,这个就是当时的邓贝瓶,听见那个人是什么? 下车一个很有钱的姓邓贝瓶,现在新加州的邓贝瓶元中学 他小时候就去双鱼腸,明火打劫,什么叫明花鱼腸? 我就是撞开牆,又去抢它 想去什么?想到去时,我记得他爸爸担了两担 金,金,金,金担,乖回来的,多有钱呢?是这样的 好了,什么记得到呢?我们叫双鱼腎,双鱼腎 双鱼腎又没有一个规定,不记得给多少 但通常按墙更密,内墙更疏 好了,我们看到通常这样的,一抖一抖,一抖一抖,一抖一抖打横 我们看到这些这样放的就叫唇, 打横去出去的就叫叮, 叮的意思就是帮助别的香港人会说以后, 叮的代表指词,就是这个意思, 叮文字,そう 順,顺,叮 通常就没有规定, 你想了解到,顺顺顺顺顺顺顺,叮都有 即是 quoi,是喜欢 word? 就像不是 MonteALK說的, 它不是 commissioning's room, 那层层全部都空上的、 某些地方是裡面有空位, 某些地方全部那么空位, die con's room doesn't rest. 所以anger's room's room's room, 有很多力度東西就是那么大的 所以没有规定的 比如我们不认,就叫信, 一叫丁就是这样解的 如果外场会密一点, 比如我们看到的鸡鱼围,很厉害的 顺顺顺丁,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 为何?因为用外围场来说, 如果我们全部是丁小顺多, 不是一做就做得难, 但是我们丁顺也差不多,很实际, 因为外围场保护性 但这样,就会带不到革声及效果 但因为它是外围场保护, 这些丁多顺少, 因为外围场是不用的, 丁不多顺顺顺顺顺顺顺, 所以没有规定的, 但通常是单数,357有这个意思 他的畫過去 順順順頂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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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畫出來 為什麼他畫呢 因為以前大小的砖子是沒有批評的 但頭修者覺得腐漏的都不好 很多時候的差距像是這樣的 但我們一定是不可以 不可以用錢吧 錢了,放人家 大家開心 现在邓智忠慈也是,我们十几年就去跟我们说 因为共产生产生产地,他就差他,我说不要差 不差不定,当时是他们给钱做的 当时是四百多万,邓智忠慈第一次是他们自己给钱做的 我自己给钱做都没权说,我差他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本日会职给这件事 我们跟他说,大家一步善灰 里面善灰,外面不善灰 所以现在去到邓智忠慈,里面是善灰,所以没有善灰 刺一刀,留下善灰,这意思是善灰,叮灰 怎样说,很厉害的 这些是没有善灰?没有,要求其,但他也要盲好味 他没有你说,他夹着这个善灰,这个好东西 我看过的是长春园,这个我们叫叮灰墙,钻 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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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通常用泥钻做,或者用青钻做 其实泥与青的分别,第一就是用泥,普通的红泥很脆的 用青钻就硬了,青钻用够人幼一点的泥,通常用糖泥 然后用烧水,烧水会收火,淋水,炸冻它,然后炸冻它 就像我们这样炸水,令它硬了,烧完之后,它就不会变形了 接着磨灵它,磨灵之间,怎样撕呢?一样是,罗绮章加石灰加和干草 所以我们搭着它,但是,到底落魏章,石灰和荷花庙,多少都没有人知道 除了师傅说,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但从来没有人看到?有轮轮的 我们看到是,但是以前都是,这个没有威慨 现在是平坚了,现在已经第一期工程完了 我们已经圆了,我们看到这些砖,这些砖是清晨清晨清晨的 而最靓的最靓就是老板妖,我们怎样看这些砖不靓 就是看砖和砖的口,如果砖是不平的话 如果砖是平的,砖是很幼的,很幼线 如果我们去北京古关,金砖是摸到滑手,那条砖很幼 最靓就是老板妖,老板妖,怎么这么漂亮? 自己有理,怎么搞错?老板妖,这些灰的很漂亮 这些灰的很漂亮,这些灰的很幼线 这个是长的,很幼线,很幼线 很幼线,很幼线,很幼线 这些很幼线,很幼线 这些很幼线,完全不戴手,这些很幼线 青砖长,青砖长 这个很幼线,很幼线 这些很幼线,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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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很粗,这些很粗 我看到幼线,到底起的时候有没有心机,有没有银羊 这些已经很幼线,很幼线,很粗 这些很幼线,我们看到幻线小律记得好,都是有丁顺的 都是有丁顺的,都是有丁顺的,这些就是砖长的那样的 一样是这样的 好了,整间屋用砖器 虽然我们里面有梁有柱,有横丁 屋顶是重的去了柱 但是幼线本身都有重量 于是乎只靠砖可以吗? 不可以的,所以起的时候 它就不会在一个屋头,在柱角位,加一些石条 我们帮轻那个屋顶的力量 这些就是石条 我们去到这旧屋,就看到那些石条 这些石条,现在是在柱角 那些石条做什么呢? 分几个 第一个叫角柱石 这间屋很高 但是整个数量拿来之后 这里就不会的,因为这里有横丁 但是有时候这些屋细间 它没有横丁 重量在那麽长 因为以前的石条 这个石条这些鞋 光轻了,这个角柱的力度 就在这里,就是这条 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减轻了屋顶的重量 但是走这些村头 因为它射得多力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第一个是转个位,为什么呢? 如果这些村子转个位,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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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连到它全崩溃了 现在看到我们的行程都连到柱角铁 就是这样,你的车烂 好,我们的柱厂 这时就是这里,石条,这里呢 石条,石条,石条 石条,石条,石条 石条,石条很多,石条 石条 石条,石条,石条,石条 石条,石条,石条,石条 石条,石条,石条 文章 这里封了上去 看不到全面 叫风沫艳墙 这个叫门墙 那是角柱石 这些 这些石 不同门包 这些去石 角柱石的意思就是 把拳头重要的地方 那些力度由石条承担了石 但只要石石不够 在石上加一条平衡石头 然后就是压掩石 那是石 但只不够不够 它就会直到这一道 这一道转轻了 这一道转轻了 所以这条就叫压掩石 有些大件的在中间 动手的那条 但香港找不到 我们看到角柱石 压面石 两个 这些 要压面 这个 或者我们看到的 角柱压面 压面有这样去的 有两条 是这样去的 另一条就是挑掩石 即是我们看到 角柱的地下 中间上面有一条压面石 但是有条石 如果有条石 还要撑到屋顶 那条位置 这条石是什么呢 这条石是我们托着垢条 垢条是什么呢 出垢条 如果没有这条石条 我们怎么办 我们会做家长 有条石 于是找一条 挑掩石 挑掩石 第一个 就是我们托着一个 外盐 托着外盐 这个 这里是牙齿围 它的味 越近越不去 不用的 现在是不插的 现在是不插的 你可以继续 挑掩石 这条石 是直到屋顶上的 屋顶上的 好 现在有没有 这条石 有没有角柱石 角柱石 角柱石的高度 不一定是一半 它可以上到很高 很高 这里有没有 压面石 没有 没有压面石 为什么 这条石又不用 因为这条石很小 所以不需要弄 这样 我看看这条石 这条石 还有一条石 很重要 我们看到这条石 这条石 角柱石 挑掩石 这条石 这条石 什么条石 是封面石 不是 这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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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大家看到这条石 有石 这个地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台机 台机 台机 这是台家人 这条石 就是摆在台机上面 是这样的 好了 因为有时 乡下就没有那些 现在我们一起楼 一定做坑渠 去水 它们就浸少 只有一条水 在冲口里 不是我们 排污水 不是防它下雨 好 下雨 下雨 通常会水浸 浸浸浸浸浸很高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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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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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像石屋,因为石屋有很多辐射 现在看着石屋 如果现在全部都是石头 很贵,起不住凉爽作用,起不住隔声作用 不时会最多是满茶 这些石头当时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 所以能够起到一个石墙,起到石脚 这个很有钱,近年主书有钱 这个叫石脚 石脚是视乎你的身家,规模做的 这些石脚是一二三 这个是大股敌 另一个是门框 门框出入的不是我们参加门口 主要是一种身份象征 门框有很多人出入的 所谓是什么?门链 门框是门框,如果没有钱,就会问问什么 这是我从来看的 第一,看门框是否有,还是一条上去 一条上去就不漂亮 因为当时买到石脚是很贵的 第二,有两个雕花,这个是新家 这个是丰莫严长,这个是门长,这个是石脚 石脚,有时不一定是麻石 有时会用一些红粉石 红粉石,红粉石是特别隔离的 因为不太厚,红粉石 有没有角树石? 有没有丰莫石? 有没有丰莫石? 没有,有角树石,红粉石 这个是石脚,这个是丰莫 这个是丰莫,我经常去丰莫 但这边很少过去的 这个是红柳链,全铮10公尺 这个,一年只开一次,都两次 年初一,一组七点三个坊 他们那组组组,接着又不开了 有些呢,查件屋间 我们见过,这一边灯币不是很重要 这边是一二三层,到这边呢 一二三四五层石脚 那就是从华一家国家国家 他都因应自己的经济玫境 他做了些不同的事情 这边有二层石脚,这边有三层石脚 就是这样解的 好了,接着我们有什么呢? 叫扶的柱 那墙是这样起出来的 那里面有横跳 有横跳的刺繞,一定不会向我们倒的 但是会不会,我们就会转 一转就转,它就转,扁了它 那边就趴,就倒,于是 为了不用倒,就在老鼠放着它 这条鼠呢,其实不是单独的 是在这条鼠的时候 整个花类粉都做出来 就是我们变成了这个地基 这一幅墙,真的,这个地基是做出来的 这里是扶壁柱 就是这一幅墙 这一幅墙 那我来,这样的话 用手扎下来的时候 它不会向外 不会向外 那这个就是扶壁 就是扶住那一幅墙 它叫扶壁柱 这一幅墙 这一幅墙 那这一幅墙 这一幅墙 这个角柱 这条 这五到顶 哪一幅墙 这一幅墙 压面墙 所以这不一定中间的 是高拗蓝这个 这一幅墙 就是卫纱 这一幅 这一幅 这一幅墙 这一幅墙 这幅墙墙 很多时候不知如何找到,天通,以为是坑渠 西施几多有腹壁的,中间有腹壁柱 很多的,大面石,石柱石,山墙,这是腹壁柱 就是这样子,接着,山墙,山尖,花是山花 西施几多有山花,山花是摸正面的,中间花在側面 这个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譬如这个是腹壁柱 这个是腹在眼前,腹在眼前,腹在眼前是什么意思? 很多的,这个叫山花 这个就叫什么,深刻的叫小红山,这个叫山花 这个叫山花,这个叫山花,这个叫山花 这个叫山花,没有一定的均匀是吉祥的东西 这个叫山花,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山花 这个叫山花,这个叫山花 这个山花,这个叫山花,这个叫山花,这个叫山花 就是红色片谷,这样的买裟,其实也是五鹅当变种 这个叫山花,这个山花是什么? 这是什么? 红粥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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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看到这个 还有一个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有一个大的瓜 有一个小的瓜 看到吗? 瓜的红粥 接着我们看到 老鼠 还有一个老鼠 这代表纸纸多的意思 这个就是 这就是山瓜 山瓜 好了 这个就是西式的山瓜 就是西式的山瓜 因为西式的正面 一定有一个三角域式 因为其实 大家同学都说了 中国人跟我们一样 因为山是我们最早的一面物体 所以是用一个山 但西式的特点就是 山花在建筑物的正面 而我们中国的山花在建筑物的质墙 所以西式的建筑物 这个就是正面 正面 正面 这个是哪里 正面 当时被人打得很重要 说很奢侈 其实也不算 不算 也不奢侈 是吧? 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 好了 小红山我们说了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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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班符 班符 就是在垂脊两边的山墙上 这种方法 就是班符 就是班师傅的父母 当时 老班师傅建了一层楼后 就被人住 但是 那人没有住 那些骚髒的东西 就找他了 所以现在我们买一间新楼 租一间新楼 第一件事做什么 把自己改 把自己改 哈哈哈 因为 那些骚髒进来 他说 麻烦你自己回来 于是 那些太太非常不满 就说师傅很聪明 说师傅可以逼邪 于是 就投诉给师傅 那师傅 那师傅就说 可能那些公主人 不知道 现在我老公 老班师傅去的 于是 当老班师傅建了之后 师傅就随手 那些黄草 在牆壁里面 摔两摔 摔些花 那些 有草民的 就是我老公建的 你们来搞的 那师傅真的可以 其次 所有 原来也在两个 就是要断断 断断断 特别是 没有一定的 一个形状 但是 一定是怎么 不断 是不断的 就是她 我时候已经脱了 所以他里面 断断了 第二 没有一定的颜色 颜色 就是这样的 这个有断断很多 还有一个我们很少看到的就是散水 因为我们看到牧原和山城之间有个地方出水 特别有天井位流出来的 这个就是散水 比如我们看到这间屋 这个是山场 这个是山场 这个床上面有平位 这个是山水 山水也有眼睛凸出来的 为什么呢? 水是出来的 如果我们没有牙片 水会这样下来 梦肠就花了 但是这样的名字不太好 于是乎呢 它又会有些什么呢? 有些会就像鱼 做到鱼 水下来之后 从鱼水分出来 现在鱼水是湿出来的 湿出来的水就不会太有牧场 第一个 第二个是原有鱼 这个叫鱼流 鱼流其实就是 鱼尾有一个散水位 水就直接通过鱼流分出来 那叫鱼流 不一定是鱼的 了解呢? 有些地方用其他动物的 我们记得通常呢 散水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尽 这个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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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天井位 水上去鱼流分出来 这个好 很多钱是拜神的 睡着了 睡着的时候 他睡着地上 弄下人的脚 于是他弄个VVC盆 他说 好厉害的 这是VVC来的 好厉害的 这是 这些 这个是神明的三圣公 这些地方 有些地方浪雨 有青蛙 因为青蛙代表多子 代表多子 有青蛙 这些都有的 好了 长 还有一个我们叫做瓷头 瓷头一定是在行山里 行山里见到的 行山里 行山不长 那瓷头呢 就告诉我们 瓷头有个作用 一个看到厚度 第二个瓷头 就造成一个长厚度 放着银口 就不需要突然那么弱 这叫瓷头 第一 山顶 这个山脚 变成什么 弧壁柱 伸出来这个 这一块 就叫瓷头 这个瓷头 这个瓷头 这个山脚有多厚 就是这样厚 这一件事 这个瓷头 在某程度 是抵抗银口 所以就是瓷头 这个 这个 这个往去瓷头 这个 好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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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来 这个位置 去瓷头 这个瓷头 这个是垂直 这个是斑斧 这个是弧壁柱 这个是弧壁柱 这个呢 我们见到这个是什么 角柱石 这个就是瓷头 前头两个 第一是告诉人 整个弧壁柱 你伸出来 这个瓷头 这个瓷头是很漂亮的 现在是直下 是不漂亮的 因为上面又要有一个 脚手 下面去兜 你看到它 现在正面看 是这个厚度 前头 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装饰 这个叫前头位 这个是整个位置 记住 这个位置 不是直到这里 这个是山上的厚度 这些石头位是很弯的 所以通常在下面做的 图画上 上面很少 这边是瓷头 这个就是 硬身有的 其他没有 这个是瓷头 看到那个瓷头位 这个呢 这个是瓷头位 这个是什么 很清楚的 看起来很純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 最后就是 我们讲的墓 我们讲的墓 刚才我们的墓 是有银棍这间屋 但有一种墓 是零零丁丁 这间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做影壁 或者叫招壁 或者我们用一个很前方的 叫做仙度空间 或者叫做过渡空间 我和老师说一样 什么叫做仙度空间 你去那间屋 第一个是先看到这间屋 就是刚才的 才见到那间屋 所以就是用来做仙度空间 这个意思 这个是尺堂 这个是照壁 这个是照壁 到底是什么是照壁 照壁没有墓 为什麽呢 有墓墓 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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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 就用来绑着西东 绑着西面那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我第一课说了 香港大风水是很好的 靠着大武餐 左边是什么 大青山 右边有龟角山 后面就是大武餐 中间一个很美的棉岗平原 一路打到后海湾 后海湾一个很美的海湾 但是不好就怎样 坐东 广西 为了避免这些东西 通常第一次想完 就是口角照壁 第一是广西 第二是广西 第三是什么 西白峰 这样东西 这个照壁的高度 是不可以高于见语文 那个沿口位 这个我们叫什么 叫做影壁 叫照壁 影壁 第二是说 隔 一进去 不要被人看见屋 反映了 我们的厕所都是 因为很热 打到门 或是铁罩 铁罩 铁罩外面通常又怎样 又买布 很多人在乘装 你今晚就认识什么 那不可以的 隔隔 隔隔 这就是隔序 第二就是 下面有一块板 就用来挡 挡垃圾 上面有一块布 就用来挡 被人看完 所以都是一种隔 通常是什么 池塘 这个呢 是一个独立的一部墙 是没有垃圾 没有垃圾 这个墙 没有尽心 没有只有一部墙 就是这样的 一部墙 但它有什么 有基礎 有墙身 有墙头 这个墙头 有什么顶 那么长呢 不用 一 二 三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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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有刺民,有花石,有垂袖 这场很矮,这个是很矮的 为什么呢?这个是有共同 因为当时他们说起的时候是这么高 因为又是对着海,又对着西面 但他们去祖审华丘那样东西 每家60年,实在三九砖 三六砖,撒了十年,现在这么多 不再撒了,所以较成这么高 我知道祖审有几个历史 这个是他们的说法 但我几十年见到没有人见到你插过一次 这个也是这样 零丁丁,零丁丁就是在祖审前面 这个是照壁 好了,我们去上张围 这个是照壁 照壁 照壁为何呢? 用来党,用来家,用来私隐的地方 就是这样 最早已经是皇府,九龙壁 如果我们在屋里有一个墙 那个就叫做宵墙,那个叫宿墙 宿墙就是兄弟,益墙 怎麽办呢? 益墙一定在室内 如果在室内,益墙都是不和的意思 如果在室内不和,一定是兄弟 所以这个宵墙就是这样 香港找不到的宵墙,找不到就有了 因为那些大渣就有了 通常那些五格,五进就在香港没有了 就是这样 这个就讲得很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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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呃 我 想 是的 是 包